讲修行落实于生活 讲经典源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座谈经 一一七一 忘无虚除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听了我的课 你为什么做不到 我从来都没有叫你做 你只要听懂了就好 我要叫你做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是妄想 你要做什么 知道就好了 我又不是叫你想办法去修 把妄想修掉 你懂了 纵使你现在起妄想 妄想也不爱你 就像你在阳光底下有影子 你不会问我 师父 如何除影子 你也不会说 师父 影子一天到晚跟着我走 我很烦 如果你觉得影子是冤亲债主 那你就会受影响 如果你知道那是影子 它跟着你 也没关系啊 你什么时候被你的影子伤害吗 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 会不小心被你的影子绊倒 那我就很害怕 但是 你却曾经被镜中的影像吓到 尤其是半夜起来照到镜子 曾经有人被吓倒过 很多同学问我 师父 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做不到 如果你确定床上那是一条白蛇 你会不会过去抱它 你用不用修补静观 你知道它是白蛇 你不抱它 会不会很痛苦 你会不会压抑 你不会 但是如果你确定它是白娘娘 你就会很痛苦 尤其如果你是修行人 你会痛不欲生 这叫做百思想 你问师父 对这个境界我应该怎么修 凡是不懂的修行人 都是病态 他的内在都有很多的压抑 很多的欲望 很多的情欲和道德 表面上 你看一个人在修行 其实他的内在很苦 他最后死是苦死的 但是他又没办法将他心中的苦 跟别人说 我讲的就是六祖所讲的十字本心 以白话的方式 即是认识自己 认识世界 认识真理 我只要你认识 认识了 你所有的问题就止息了 你不用再问我了 这叫做顿悟 但是之后你还是要过人生 还是要生活 接着 你就善待自己 善待别人 善待一切万物 我的白话文已经涵盖了一切菩萨道的精神 你认为这个想法会伤害你 那就是一种妄想 就是一种执着 当这个想法不再伤害你了 那就是一种妙用 虽然这些名项都是假名 但是文字有文字薄弱 你要懂得文字薄弱 因为借由文字去观照 你可以进入十项薄弱 那也是一种薄弱 那个时候 它已经转名了 它就可以用其他名词来代表 本来是妄想 但是你会用之后 就叫做正念了 差别在于你执着与否 你能善用与否 你起这个念来善待一切 那就是正念 你起这个念来伤害一切 那就是妄念 是一种邪见 你要马上转过来 但是光转念还不够 那个人为什么躺在那里 我应该救度他 那条白蛇 为什么一直修炼还是白蛇 我应该生起慈悲心度化他 并不是转个念而已 没有学佛的人 就会转念 往好的方向想 古时候的正人君子就会 我的核心只有一个 但是我讲的法很活泼 所以你一定要听得懂 你听我的课听那么久 你不要听到最后 却不知道我的核心 我的核心就是 若无一切心 何用一切法 没有事儿 没有事儿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 随缘生活 随缘度化 文后思维 如何知患 心平和老耻界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